好 镜头转回台湾 联省会今天以附带条件 同意中歌榜申请来台 原则是演唱必须和颁奖典礼切割 不过坚决反对中歌榜的台联 今天到移民署外面抗议 重申将在中歌榜活动当天到场抗议 引起争议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颁奖典礼 经过联省会审议 决意要求主办单位更改活动申请名义 与内容为演唱会 如果活动出现颁奖典礼 将会依法开罚 并撤销申请人员入台资格 因为他已经依照我们上个星期的 一个决议的内容 有修正了他的计划书的内容 也就是把颁奖典礼跟演唱活动 做了一个切割 那同时也说明了 在陆放的主办单位 是属于一个民间的传媒公司 那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 那基本上是通过了这个审查会 原本中歌榜奖项主别 把台湾与香港列在同一组 引起矮化台湾争议 另外还被议员踢爆 主办单位申请小巨蛋场地 程序不合规定 目前中国榜决定颁奖于演唱会 分别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举办 我们也建议呢 这样的一个演唱活动呢 是不是在主持节目的部分呢 可以由台湾方面的演艺人员 一到两位呢 来担任这个主持的工作 那这样子呢 才是一个交流的机会 台南党部则是率重到移民署外抗议 批评联审会黑箱作业 替中国榜护航 并强调将在月底活动举办当天 到场抗议 新唐人演的电视 曾一豪 柳姿吟 台湾台北报道